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晚餐台湾观光 而钱都进不来了 为什么还要花15亿的公帑来换钞票吗 台湾是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吗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资深媒体员黄敬平 亲爱的大家好 前国民党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民党台北市议员高嘉瑜 大家好 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以及城市科大观光系讲师刘志强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说台湾观光惨不惨 数字会说话 因为摆在眼前的就是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的定房率 来看看旅馆工会在哀嚎了 说30年来最惨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这是中南部呈现的数字 春节的定房率只有两三成 好 可是观光局 观光这个交部观光局却说还好 说没有跟往年差不多 大约中南部还有一个四五成的定房率 我们讲说为什么这个数字感受又差这么多 到底是谁说的数字才是对的 好 而且我们看在 看到的真相呢 其实就是在2017年这个说 政府说来台旅客破千万 但是实际上呢 3000辆的游览车通通都要卖 还有6000家的旅馆也要卖 以及看到的是更多的导游失业了 好 如果如同政府一再声称的 就是我们来台观光的旅客人数没有下滑 但是为什么业者一再哀嚎说 没有赚到钱 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是谁误贵了什么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次春节定房率 南部说很惨 30年来最惨只有两三成 而我们知道呢在台北市 目前居然还维持个六成 好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呢 政府公布的数字 大概跟往年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官民感受会差这么大 敬平 所谓春江水暖压先知啊 这个业者啊 尤其是观光旅游业者 旅馆工会 或是是风景区旅游区 还有包括他们餐厅 以及游览车巴士 他们这些业者会最有直接的感受 现在这个这几年 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一两年 2016年到现在 这个尤其是不管是国外的旅客 或是两岸的这个之间的观光旅游 陆客来到台湾旅游 他的这样一个跟之前的这个 同期的这个相比 几乎都是呈现下降 这也是不舍夫可否认事实 而且观光人数的这个下降 是几乎啊 使得这些观光旅游业者啊 他们是呈现那种高空弹跳式的 垂直一跃而下 整个雪崩式的下滑 之前我们也曾经提到过 那其实这已经不是 这些业者心脏够不够强的问题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他们会大弹 赚不到啊 这个没赚保 而是你子弹根本够不够 也就是说你口袋就算你够深 你也经不起这一年两年的 这样吹枯拉朽式的整个下滑 一直往下探底 不是有很多的方式我们也讲过说 政府要用怎么样去救急 要怎么样补救 然后寄出这个减免他的一个这个 这个房屋税 地下税 观光旅游景区那些东西 对不对 各种各种想方设法的 你还是难以把这个腿势给拉起来 所以口袋不够深的业者 你只好跟着倒闭啊 你就只好跟着收起来啦 所以你看像去年底开始 就很听多包括中南部好了 嘉义老牌的这个薰炎餐厅 他就关门啊 然后这个南部 高雄地区很有名 很知名也是老牌旅行社 他也开始出现那种 经营上的这个营运危机啊 其实都是多少受到了 这样的一个整个趋势的影响 你如果说政府用冷冰冰的数字 那我就要用蔡英文总统 去讲之前那个薪水的事情 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数学游戏 同样的你政府不断地告诉大家 哎呀我们国际旅客啊 怎么样成长啊 韩国客成长多少啊 你用数字怎么样 以前你们最常诟病 骂马英九政府的时候 就是说讲他们数字讲太多 民众是冷感甚至无感 你同样你现在还不是一样 讲一大堆数字 春节的住房里 我跟大家讲 以前我们过年也安排 没有下很多的这个 这几年台湾人自己国人都发现说 出国去玩的状况比较多 机场都是人满为患 那我们往年都是往中南部走 今年我订到这个中南部的这个房间 各中部跟南部各一个晚上 几乎都是上个礼拜就才订的 以前在这个 这么近 这一两个礼拜订不到 以前我都要请我家人 请我太太 大概在去前一年年底 去年下半年 大概十一二月 甚至之前有旅展的时候 想办法去抢到 然后再去赶快订下来 要前一年的下半年就先订好 没想到一月份 一月下旬 这么近我还可以订到 二月过年 出三出四出五的这样一个房间 所以你就知道说 我自己也很亚亚 我都是订在台中市区 像比如说中部就是在 那个逢甲观光夜市那一带 南部也是一样啊 那为什么那么好订 那春节住房率 他们说今年那个房间还蛮多的 还跟我们直接这样讲 还问我们 本来我们要睡家庭房 还本来以为没有房间 他说有 看是要睡哪一种 以前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自己的感受就觉得 怎么今年那么好订啊 大家都不去中南部玩吗 那人跑去哪里了 台湾人 国人去哪里了 那来台湾玩的人跑去哪里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说跟往年差不多 你说数字没有什么减少 还是一样 那为什么民众的感觉 还有我们看到业者的反应 会差这么多呢 所以我觉得政府行行吧 双岁的人叫不行啊 我当然知道 这是蔡英文的名言 但是你今天 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和态度来对待台湾的 观光旅游市场 你再用其他的救急的方式 你还是没有办法 让台湾本来可以做起来 值得观光 甚至你强调了在地旅游 人文旅游 深度旅游 如何如何 你都会完完全全 被你打到 你所谓的这个垃圾桶 而且很可能 用市场反应 打你一巴掌 我们刚刚两位来宾 都提到了自身的经验 就像竞平所说的 怎么今年这个 过年到南部旅游 这个房间这么好定 而这个蔡英文 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数字 其实我们也 当然也不能说是 其中有诈或是什么 但是是不是变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数字魔法 玩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游戏呢 因为不断地告诉我们 其实来台的观光客人 是没有减少 还有突破一千万等等 但是为什么我一再谈到的 就很多业者不断地在哀嚎 说我们就是没有赚到钱 就是没有钱进来啊 预防委员 我想旅客分很多种了 那如果说我们来台湾的旅客 如果是做一些细分的话 大家答案就会比较清楚 有时候这些旅客从哪里来的 第二个他们的背景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呢 他们是到哪些地方去 只在台北呢 或者也到花东去 或者也到中部到南部去 他们来多久呢 每次来个 只要过个月就走呢 还是来停了三天或四天 你看很多朋友到香港去 以前 比如十几年前 到那边采购比较方便 比较便宜 就过一个晚上就走 那所以旅客如果在一个去的地方 停的越短 时间越短 当然消费就可能 正常来讲就会比较的少 然后如果他们到台北 不到花东 不到中部 不到南部去 那显然这些观光客 不管来多少 对中部 对南部 对花东的协助 效益 是没有的 是毫无效益可言的 我就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智库 前几天开了一个论坛 说后来我们就 因为很多台商会来 参加这个会议 台商的这个 有一位会长就请大家吃饭 在一个台餐馆前面吃饭 这个时候呢 有一位 我们有一位中常委 他在外面抽根烟 就邀我出去 他要给我聊几句 我就这样子 我站在那边下不去 在门口 为什么 突然间出现一批的高中生模样的 有男生有女生 穿着制服 很好玩嘛 穿着制服 这样子走 我还等了一会儿 为什么 大概有白蓝人 这样走过去 日本 高中生 到台湾来 我这个 我在永康街 也看过好几次 人数没有像我前几天看到这么多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想说 这些高中生到台湾来 是毕业旅行吗 好像这个时候也不是毕业嘛 有可能就是他们家放寒假 出来 校外交流 几天 校外交流 这个出来呢 说实话 你说他会停很多天吗 我不相信 你认为他们会住很好的旅馆吗 我认为也不会 这就像我们以前 学生的时候的毕业旅行一样嘛 都已经找大通铺 很便宜的地方来住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吃买 也没有消费力啊 吃个大食堂 也没有消费力 没有消费力 没有消费能力 而且他们可能只到台北 对 也可能最多到了中部 然后就回来 也不一定 都会去啦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一直讲书字 书字本身不会说话 可是书字呈现出来的东西 要做很细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天也讲了 吴敦云吴主席也说话说 有些这个外拥 他们回到东南亚去 看家里人 然后再回来 这样也算是观光 他们回来 要再可能工作 一个一年两年 这个也算是观光 到台湾来观光人数 然后转机 只是在机场 说喝杯咖啡 搞不好咖啡都没有喝 这个也算是 进来台湾观光了 你把这些数字 还有一些 我们的确有对 某些地区 某些国家的旅游 我们有做一些贴补嘛 对不对 那如果这些哈布朗朗全部酸进去 那我就觉得 你就会让真正的那个事 真正的真相 就会变得比较的模糊不弃 所以我觉得 至少很多的夜市 生意没有以前好 而夜市是台湾观光的一个特色 对 很多人喜欢去 尤其是陆克喜欢去 对 你去想想看 马恩九到了高雄的六合夜市 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 不是那个当地 那个观光客 观光客倒面有很多 是那些摊贩 非常的喜欢他 还跟他拍照什么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做了 心里做了比较嘛 你马恩九在任的时候 我们生意很好啊 你马恩九走了 国民党不值 民进党上来 生意变得很差 如果说 刚好是相反的 马恩九在的时候 生意不好 蔡英文上来生意非常好 这些摊货我告诉你 不会离 不会离马恩九 尤其我们南部人 感情都很直接的啦 就是因为比较出来的时候 对马恩九觉得 感怀念嘛 可能还有一点的抱歉嘛 所以他到了夜市 非常受欢迎 情况是一样 我有一次 我有几年前 我到过一次日月潭 日月潭 真的我跟你讲 满到排队 坐缆车排队 坐船也等很久 后来中天 深喉咙 在那边又办了一次 开奖 我去了 那几个月前我去了 我告诉你 人比船多 对 坐缆车 不用排队 对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 这种差别 只要我们自己 眼睛稍微敏感一点 就注意一下 我们周遭的情况 就会发现 我们的观光的 这样的一个效益 是在降低的 我想在场 我先请教我们这个 你本身也是旅游业者的 刘老师 先问我们解答一下 今年真的是这么惨 是不是 这个数字是对的吗 因为和蔡政府 提供给我们的数字 其实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 当然说我们身为业者 我们自己当中 也会有一些 这些感受在 那我们其实 这几天也有 就是开始尾牙了嘛 会在跟一些工会 同业朋友们能够聚惨 这样了解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会 其实渐渐地听到讯息 有没有同业跟我们讲说 好惨喔 今年生意真的是 这几十年 入行以来最惨的一年 有没有这样的同业 有 但是有没有说 不会啊 我们今年生意 我们要客满啊 一样在中南部的饭店业 同业也有 其实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我们自己 自己旅游业 跟我们会在 就是细上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这些数字 不管是我们的 就是住房率 然后不管是北中南部 其实这部分 其实会跟这几年 快速的扩张 饭店的一个数量 这个东西有关系 那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你 我们自己台湾人 出去去玩 你会选择的饭店 一样是去墾丁好了 你会选择饭店 跟我们去路客所住的饭店 就像之前说 可能就是生意很惨 因为就是没有 就是不堪亏损 而面临关闭的 一些墾丁的饭店 这个不是台湾人 会去墾丁玩的一些首选 那我觉得是 他们当初自己的一些 这些饭店业的一个定位 而有所不同 会造成 其实包含说 交通部观光局 还有包含说 就是旅馆工会 因为旅馆工会 一定是比较普及 比较全面的部分 因为第一个 包含说像我们 我们在春节出去玩的时候 市区的饭店 相对的它的住房率 一定没有一些 观光景点来得高 那这个东西 会第一个牵扯到区域 会牵扯到 第一个包含说 就是我们的时间 还有台湾人的选择 还有当初这个饭店 它所开设的一个 客源的一个目标性 这东西其实会造成 其实他们的 所调查的方向跟目标 到底是一不一样 他们的就是 背后的数据 有没有相同 觉得这东西 都是有待商榷的部分 可是目前这个 两到三成是真实的情况 真实的惨况吧 其实有 有这样的饭店 其实不讳言 其实是有 甚至有比这个 更低的饭店我觉得都有 可是这是一个 普遍性来讲吧 在今年来讲 状况就是这样子 其实跟着 待会等一下主持人 会讨论游软车的状况 是一样的 其实普遍性 刚刚讲了说 其实那些专门做 我们所谓的银榜 包含做 就是陆克来的 一些这饭店 两三成还高估了 还高估了 所以之前 才会有阿里山的业者说 现在只剩下 马英九的人行立牌 陪他在故店 因为人都没来了 可是我们看到 其实包括 花东一带的观光旅游 也非常惨 那么住房率 也是下滑的情况 那么有相当资深的 这个旅游记者 他就观察到了 事实上也是 当地的业者告诉他 现在很流行 尤其是韩国团客 是这样玩 他们怎么样玩法 今天来到台湾 因为离台湾很近 大概飞机 大概两个半小时 就到了 所以他们大概一次 安排四天三夜 四天三夜 不是只有待台北 我们看到怎么样 第一天 当然就在 北部地区走一走 那么可能到了 宜兰郊西 那么第二天呢 花莲泰鲁阁一日游 拜托 我们自己从小玩到大 我们都不会这样玩吧 可是他们就是 搭火车 直接搭台铁 那么到了这个新城 然后用了一顿中餐 这是团餐 那么一路走马看花 九曲洞啊 长春池啊 然后到了晚上 再搭台铁 回到郊西 整个花莲 缩短为一日游 那么换句话说呢 真正留在花莲的 真正刺激消费的 就是一份团餐 但是呢 因为他们是团客嘛 所以量很大 那么往往排挤到的呢 就是你真正要到 花东花莲旅游的 这些民众的车票 买不到 还有返乡游子 每次要回家 南上嘉南 车票买不到 好 第三天 第四天 那么当然就是回到台北玩 好 那么当然啦 可能与其你说 韩国团正在 完残太鲁阁 与其这样说 不如要不要问说 到底是谁造成的 是不是 谁推出这么 小共短袜的行程 推出来之后 反而深圳扼杀掉的 就是台湾的 观光旅游品质 我觉得这个政府 应该也要正视到 这一点吧 对 我觉得说 刚刚委员讲说 观光效益在下降 可是观光品质 有没有提升 这是我们要去关注的 也就是说 当然日月潭过去人挤人 大家觉得可能 那个观光的前景很好 可是真正 我们有没有赚到钱 这是一个要去了解的 那现在如果说 就算人比 这个船比人多 可是你实际上 那个观光的品质上升了 旅客的感觉 也变得比较好 那实际上 观光是靠比较的 刚刚讲说 夜市有的没落 可是有的 现在还是人籍人 包括劳河夜市 士林夜市 那有的夜市 为什么会没落 它的原因是什么 包括说台湾人 自己要不要去 愿不愿意去 你说在台湾 墾丁或许春节 现在大家新闻上看到说 就是春节的订房 到现在都还没满 可是台南 连平常日的订房 都是满的 也就是说 在台湾的观光 现在有一个比较急的 就是说 现在人可能喜欢 去台南观光 因为它的文化的 这个古城 还有它的一些特色 营造出来 包括日本韩国 都趋之落雾 那肯丁过去 大家去享受阳光 沙滩 可是因为它高房价 还有这些一些负面的新闻 不断的传出之后 它观光人潮 就开始下滑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观光 它就是要有一些特色 有一些文化 然后让人家愿意去 可是像泰鲁阁 有特色 有文化 可是也是被这样玩 玩到后来会玩死 泰鲁阁也有很好的风景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陆克最近几年 从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 以来到现在 确实人数是下滑 从过去最高40% 到现在可能降到25% 那但是在台湾的观光旅游 人数陆克从来没有占超过50% 其他主力包括港澳 这个日韩都是一个主力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虽然陆克下降 但是港澳日韩的 旅客人数是上升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讲说 当然数字不一定有意义 可是实际上我们要的就是 我们的民众可以赚到钱 从这些观光客身上赚到钱 过去陆克来台被诟病 就是说 它其实也是一种 延价的观光团 它可能来台之后 一条龙式的一个包装 包括旅游的品质 游览车的品质 包括整个这个团客的用膳等等 其实真正的我们的台湾的这些 想要赚观光财的人 并没有真正赚到钱 他可能还是在陆克所开设的 饭店餐厅等等去消费 所以未来 如果说民众执政到现在 我们希望把视角能够放到全世界 而不是只是靠着中国的观光客 我们希望说 像包括中东回教国家 其实他们现在消费力也非常旺盛 所以包括台北市 你看柯文哲市长说 要打造一座清真室 包括说我们要去友善这些回教国家 因为我们希望说 更有消费力的一些国家的人 愿意来台湾观光 但是台湾要端出什么 让人家愿意来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政府要去检讨的 你不是只是期待人家来 你在观光各景点 你做了什么努力 对对 那检讨了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能够期待政府做什么 我说一下 这我们的议员可能对陆克的误会 非常深的 而且是真的误会还是故意误会 我是不晓得了 你知道这个 他讲说好像陆克的消费能力比较差 你如果去所谓的免税店 你去看 你要出国时你去看看 在那边买茶叶的 买高粱酒的 买太阳笔的 你觉得是日本人吗 还是陆克 我告诉你 绝大部分都是陆克 你在日月台也是看 坐缆车的 坐船的 也是陆克 陆克多 好 这都是自己亲身去观察的所得 因为人家韩国人日本人 坦白讲 对你的高粱酒没有什么太大兴趣 日本主要是喝清酒的 只有大陆人 他们有喝白酒的习惯 所以他们对高粱酒会有兴趣 而且金门高粱 对他们来讲 是有吸引力的 是很熟的 尤其金门这个东西 包括马祖的老酒 东勇的陈高这些 所以去买东西 因为国防客到一个地方去消费 它是有一些历史的背景 有一些感情的因素在里头 这些坦白讲 对很多人来说 台湾 对日本人 对韩国人来讲 对东南来就是一个外国 可是对大陆人来讲 他会用一种不太一样的眼光 不太一样的感情去看待台湾 所以总结果我要回去了 我要告诉人家我到过台湾 我买高粱酒 我买太阳饼 我买富尼苏 我买茶叶 所以在台湾来了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是故意遗忘 所以他看不到 陆克人说 在任何时期 在台湾的观光都没有超过50% 那已经是最大宗了 那你要它超过多少 可是你现在到夜市 中南部从北到南都一样 你去一趟夜市 你没有买个三五百块 怎么可能吃得饱 对不对 你随便买 刚刚那个刘老师讲那个 骰子牛 我跟你说骰子牛 一盒就要一百块了 好不好 一盒一百块才几块肉而已 用叉子叉子就没了 今天很多的观光业的萧条 当然跟陆克很多没有来是有关 没有来的原因 你说有没有政治因素 其实你看陆克这一阵子 还是来了非常的多 虽然没有以前多 为什么会减少 其实不是他们政府故意打压 是因为我们有一些 游览车火烧车事件 然后因为有些陆克 在台湾的时候 有一些认为被受到羞辱 这样的一些传门到那里 还有两岸这阵子政治的局势 民进党上来 两岸关系变坏 所以大陆人觉得不安全 而且感情上他们觉得讨厌 我不想去 不友善的地方 是这样子的 陆克不来 陆克少来 刚刚这个议员有说 说日韩客来 没错是来了 但是而且人数可能上升 但是现在问题是 韩国人这样玩 他给你花莲太鲁阁 变成一日游 所以你说台湾赚到了什么 是我一看这个行程 就知道这一定是个低价团 因为相对来讲 如果说比较高单价的 这个团客的话 他可能不会是这样子的安排 也因此四天三夜 这个行程 这样子的一个密集的安排 其实基本上 我们国内的任何 不管是饭店旅游 观光业者 其实基本上赚不到任何钱 我必须刚刚再回过头来讲一下 是说观光局的 这样的一个回答 其实我相信 绝对不一定是客观跟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有没有注意到 旅行工会 旅馆工会有提到 是说这是30年来最差的情况 我们想为什么 因为过去八年 马英九政府时期 刚刚这个来宾也有提到 是说有很多饭店 因为陆客的增加 所以说他开始广开饭店 所以说造成住房率是大增 那现在2016 5月20号以后 陆客缩减了 本来很多的饭店 变成是周多深少的情况下 当然就会住房率大减 所以说为什么讲是30年来最差 一个商业模式 好的商业模式的话 其实是商业业者先看到市场 之后他会花入成本 去提升他的品质 去提升他的服务 去提升他的满意度 之后会赚到更多的钱 然后再回馈市场 它是一个很棒的良性循环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今天问题是 中间有一个环节被断掉了 而这个环节就是 2016年5月20号以前 蔡英文政府在上任 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有提到所谓的维持现状 但是是彻底破功 我想刚刚有提到是说 这个来宾有提到说 陆客最多只有占4层 那现在变成是2层5 好像只有减少15% 但是各位观众朋友 请不要忘记 陆客来大多数的团 都是所谓的6天5夜 或是7天6夜的 全岛环岛式的旅游 跟所谓自由行来 4天3夜 3天2夜的这种自由行 只留在台北市 只留在基隆 只留在新北市的 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旅游 是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呢 其实刚刚预方委员 也提到非常好 就说呢 对于陆客来讲 台湾真的有它的吸引力 怎么说呢 从小可能就听过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 还是说一定要去 日月坛看一下 甚至一定要去 花莲太鲁格走一圈 那7天6夜 从北到南 整个环绕一圈的时候呢 你就会帮很多旅馆饭店 观光 游览车业者 全部都受惠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 陆客确实在过去 8年的时间 占了我国观光 非常大的一个 成长的空间 也确实有帮很多人 赚到钱 可是现在为什么 你说2015年开始 观光人数破千万 2016好像也破千万 2017好像也破千万 好像没差 但是里面差在哪里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 是我们过去的一年半 帮太多的东南亚国家 制造免签了 大家知道吗 现在东南亚国家 有高达13个国家 来我们台湾 是不用抢钱的 你知道吗 但是台湾去东南亚 只有三个国家 三个国家 不用我们签证 而这三个国家 印尼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甚至其他包括 泰国 菲律宾这种事 我们邀请他 我们不用签证 但是我们国人 去那边还要签证 而我再给大家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 真的会让我们觉得是说 其实为什么我们讲 观光客一直来 但是如果你不是真的观光 你只是做 从事其他非法行为的话 我觉得绝对是 让我们的观光更打折扣 2015年查到外籍的女性 来台做这个非法的 这个性交易 只有一名是泰国籍 2016年有成长到15名 到2017年的上半年度 已经成长到122名 换句话说 这三年里面 因为我国开放 泰国免签证 而造成这样子 当然不是说 完全就是百分之百等号 可是为什么会造成 那么多的泛滥的 外国籍的女子来台湾 从事非法行为 我觉得政府也应该检讨 没有错 我们台湾观光是 我们的无烟囱工业 无烟囱产业 确实我们都应该努力 但是如果说 我们放任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们放任一个很大的机制 不去看 而只为意识政治形态 来去做阻挡的话 我觉得这对 我们台湾观光业者 是极度不公平 也是极度打压的事情 刚刚几位来宾 其实都提到了 夜市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看 现在台湾的夜市 为什么会拉警报 这是从一位 陆生的视角来看 他是台湾当交换学生的 他观察到了 他北中南 台湾夜市都走了一遍 他发现有几个问题 刚刚我们提到 陆客为什么锐检不来呢 而且他说 而且发现新南向的旅客 其实没有办法 弥补缺口的 还有呢 重点在这里 他觉得全台湾的夜市圈 长得都是一个样 而且除了小吃之外 比如说我在罗东夜市 吃到的东西 我倒肯定一样也吃得到 好 要不然就是地摊卖的 都是淘宝货 就是摊位的经营 根本没有特色 再加上呢 台湾竟然景气不太好 所以民众呢 就是更少花费了 好 那么其中还有提到的 包括呢 老师打着这个文创的名号 但是怪羊头卖狗肉 另外呢 还有也不自 又有小狗大碗 有些夜市还不便宜呢 好 我不知道 这是他浓缩 他的观点 就请教这个刘老师 这个是他反映出真实的现况 还是以偏概全呢 丙众所观察 就大陆交换生所 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其实不用我来说 这东西是不是这种 其实我觉得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每一个人看到都知道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说我们关了这么多 一年收了好几个夜市 那这些夜市 什么时候出现的 为什么出现的 那为什么收的不是 逢甲夜市 为什么收的不是 不是花园夜市 为什么是这些夜市 东西都一样 就像我们有时候 自己走一走 然后会发现 这东西 我在另外一个夜市 也吃得到 那我并没有在在地的 一个特色所发展出来 当年好几十年前 为什么这些夜市 为什么我们台北人 会很想要去 逢甲夜市 中南部人很想要来 台北的士林 饶河 这些夜市 每个夜市都有自己的 不同的特色小吃 来这个地方 你才能够吃到 我特有的东西 那你看 不管是什么 生坑臭豆腐 金山鸭肉 各地的民产 几乎全部都集中在 每一个夜市当中 所以这些夜市 每个东西都一样 那我们自己 每个人的消费 其实这个包含 牵扯到我们的 每个人的消费心理学 我当我家巷子口 我已经习惯 去买的一家面摊 当隔壁 稍微在远一点的地方 他有在开一个新的面摊 如果他没有一个特别的便宜 特别的好吃 精为天人的话 我去尝鲜一次之后 并不是他不好 是我会去做到我的习惯 去做我的事情 在座的来宾 包含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生活在台北 你一年去几次吃林夜市 你一年去几次饶河街市 你觉得他不好吗 没有不好啊 其实林夜市摆摊的 我们买衣服的很多学生 还是在那边啊 其实到礼拜五晚上 人还是很多啊 但是到底有谁 天天去这些夜市 没有人 我好多年都没去过夜市了 但是他不好吗 你能说他不好吗 他其实没有啊 只是就想说 不知道为什么不吸引我了 对 可是你看他那些 旧有的摊贩都还在 旧有的摊贩都还在 但是会开始会有一些 外来不同的一些 就是比较 就是通俗化的一些 不管是游戏摊贩也好 或者是 刚刚讲过说 有一些地摊货 就是都是卖淘宝的东西的摊贩 或者说小吃也是一样 骰子牛肉 每一个夜市都有 那到底说就是 这种鸡翅包翻 每个夜市都有 那到底去这地方的意义 在什么地方 没有特色 然后也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可言 所以没错 问题就浮现了嘛 对不对 我们看到了 士林夜市 我自己想了问 我好多年没逛了 可是我以前 每一次去的时候 在这边一定是 人挤人挤到爆 可是现在呢 你看看 人潮少了好多 冷清了不少 尤其反映在租金上头 不用说多久以前 就是2016年最高租金 一个月134万元 好 那么现在呢 最高租金几乎是腰斩 这是士林夜市 还是大的夜市 那么在台湾尾 南台湾的高雄六合夜市 在昨天半尾牙 那么他们每一位摊商的 都苦哈哈 所以这两年 这个业绩掉了七成 有些人 那么2015年的时候 最高租金是55万 现在最多呢 它只跌到 剩三分之一 18万 更别说呢 这六个夜市 是一年来 通通收掉的 在台中 好 而且我每 我这样看下来 我六个夜市 一个都没去过 是我的问题吗 静平 其实刚刚那个 听到刘老师 和几位来宾提到 以这个陆生讲的 这个我觉得 他真的是讲到 一针见血 那尤其是我注意到 他这个第三个特点 就是 为什么会讲出 那个原因 摊位经营没特色 心态老旧 跟高教委员 刚刚讲的一样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就是了无心意 那其实很多夜市 久了就索然无味 对 就面临一样 你开一样的摊 我号称在这个 台中逢甲夜市才有的 或是在台南 观光夜市才有的 或高雄什么夜市才有的 然后这个开到了北部 新北市 台北市 它一样复制 然后甚至打成哪一个 那每一个在一个 中南部也都看得到 士林什么大鸡牌 这样子 都会这样子 那真正点出这些夜市 会衰退 会是人潮瑞减的原因 其实之前我看到新闻媒体 去访问那个 逢甲观光夜市 那个也是我每年 其实我每年过年 也会去看一下 那人是还是蛮多的 但是问题是人多 他的消费力跟购买力 买东西的情况怎么样 那业者就有讲 他说其实路客不来 路客减少 当然是原因之一 但是真正的原因就是 台湾的这个经济大环境不佳 整个大环境不佳 然后大家民众荷包缩水了 然后物价也变高了 你现在看到 再加上以前我们去夜市 为什么在念书的时候 你看我相信学生时代 在座几位来宾 大家以前都会 那个放假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跑去什么台北市的 吃大夜市 通话夜市 饶和夜市 刚有提到嘛 因为东西便宜啊 秀过大袜啊 那现在大环境 经济状况不佳 然后人民荷包的缩水了 然后大家减少去购物的状况 可是你现在到夜市 中南部从北到南都一样 你去一趟夜市 你没有买个三五百块 怎么可能吃得饱啊 对不对 你随便买 刚刚那个刘老师讲那个 骰子牛 我跟骰子牛 一盒就要一百块啦 一盒一百块才几块肉而已 用叉子叉子就没了 你一百块 你到有些夜市还可以 可能吃得到大夜市牛排之类的 可能一百五一百二还可以吃得到 然后再加上有些什么修完美 以前一只只要二三十块 那当然跟每一年的物价 整个随着上涨有关 现在你去夜市来 动不动就一只 六七十八十甚至一百都有了 所以整个物价上涨 台湾民众变成逛夜市 他只能买什么 一 珍珠奶茶 或者相对式的手摇杯饮料 二 因为渴嘛 你逛夜市走走脚会酸 可能会想喝东西 或者是一些果汁这样 然后木瓜牛奶都涨价 都变六七十块 以前四十五三十四十 现在都是过了五十块 然后二只会买一些吃的东西 稍微不会很饱 不是抽吧 但比如说鸡排啊 或是什么一些之类的 小吃点心这样 所以你不会再去吃大餐 或吃这样 一个人花三碗 就是变成经济不景气 民众变成减少 你几时看到大家去夜市大包小包 已经不如以前那样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我觉得整体经济环境 再加上旅客的这个 它的一个冲击 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国旅客的 这个消费的问题 它也不是像以前这样的一个状况 都造就了这些夜市 现在以前从龙井 到现在变成衰退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 很多的夜市只会面临 尤其是只做观光客的夜市 而不是做在地 因为我认识夜市老板 我是说整个大夜市 我有问过他 他说他们已是以 台湾本地人的夜市为主 而且可能一个礼拜 做个一两次 不是天天这样 如果不是像他这种了 专门做这种观光客 像刚刚讲那收掉那六个夜市 我去过妖怪夜市 跟那个水南金帽 和大理文创 的确是拔散可乘 东西卖的都一样 然后到哪个夜市 所以你说我没去过也没差 收了也没差 甚至没有原来的传统 或知名的像冯甲夜市 或是那个观光 这个新人夜市这些 那么有名 和东西那么丰富多样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 你走不出一个新的局面 收掉是迟早必然的趋势 怎么办 孟凯 我想过去这些 关掉的夜市 都是所谓的观光夜市 我们必须要探讨是说 还是为什么 大家的心理在这里 为什么会传出说 一份卤味要 280 380 480那么贵 其实某种程度上 还是因为这些 夜市的摊箱主 都觉得说 我做了了这个村的店 看不到下一个 这个生意 就是做一次性消费 对 没有错 也因此呢 我就觉得说 现在这个市场 真的不景气 但是因为不景气的 其中我就变成是 能捞多少就捞多少 我现在来的这个客人 因为我也看准了 他不会再来第二次 我也看准了 可能没有下一次 他来的机会 甚至我不用做口碑 因为现在做口碑 回去也没差 就是路客不会再进来了 所以说 我就干脆 能够赚多少赚多少 所以某种程度上 反映的并不是说 当然台湾 我们自己的摊商 大家也要 共同的加油努力 不要让劣币驱逐良币 可是为什么会把良币 变成劣币 为什么会让这些摊商 来有这种缴线的心理 就是要敲一次性的 这个观光者呢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说 因为这些摊商 看不到市场的整个景气 过去八年 有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我相信有 但是也是非常的少 可是为什么 这一两年 观光业是陆续在收 而且越来越多 这种离谱的报价 而且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这些摊商会听你的口音 来给你价钱 如果说听你的口音 你是在地台湾人的话 拍谁 我还是照此维持原价 但是如果说听你的口音 好像是国外的观光客 我就会提比较高的价钱 某种程度上 就是因为摊商 已经觉得是说 我不知道能够再多 做多久时间的生意 也因此我就赶快赚这一笔 那这就凸显什么问题 这就凸显说 政府没有让摊商看到愿景 那最后我当然也必须 要帮我们台湾来讲一下话了 DNC有功 这个陆克陆生 他有这个投书 其实我某种程度上也觉得是说 你是不是没有看到一个 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就像是 可能大陆地区会觉得是说 他的支付宝非常好用 但是在台湾来讲 我们其实悠游卡也不输大陆 或者是说呢 我们的很多精致的服务 包括说脚底按摩 包括去猫空泡茶 其实这一些精致的服务的部分 某种程度上 也值得大家细细的品味去探讨 所以总归一句话 如果说政府持续的挡住这个观光大门的话 我想我们台湾越来越多优秀的商家 也就只能忘这个北风心探了 他做这种东西 当然就是要对盛中山 尤其对蒋中山 要做个切割 要把他们赶出钞票 就这样子 可是你为这去印了一大堆的 花一大堆的钱去印这个新的钞票 你让人家的感觉就是 你对政治斗争比较有兴趣 你对国家建设 尤其国家的经济建设 是没兴趣的 新闻换日线签会话重点 蔡政府在过年前帮公务员加薪了 2月6号就能够入账 但我们发现这个比例好像怪怪的 基层军工教股 阿哈加薪3% 算一算退休高官 竟然可以加到7% 而反观年赶推手 钱隔回林玄 网顾旋转门 卸任之后不到半年 到了生计公司当门神 这个董做年薪少说也有1500万 而在此之前呢 他早就担任过东阳制药董事 一年200万 同时还是和硕 花雅科 凯胜的独斗 美雅产险 以及制破生计的董事 年薪上看2000万 当然这个赚钱是个平本事了 不过蔡政府上任之前 高喊打肥猫 怎么上台之后 却变成了养肥猫 军工教劳 年金改革失衡 小老百姓看来只能 任人宰割了 蔡政府上任 年金改革反弹不断 就怕抗争停不下来 赖清德祭出加薪3% 立法院三读通过 今年2月6号就能入账 但是却有失比例 看看最高只等14 只等公务员 常务次长等级薪水 从145,150元 变成151,175元 而退休高级公务员 非主管职的月退 原本可领 63,690元 挑衅后多了5000 调幅超过3% 但最低阶层 军工教还是只有 33140 前行政院长林全去年9月离职 今年1月15号 来到东阳生计担任董事长 招质疑一手拿退职金 一手拿董事长酬劳 生计产业一直都是蔡政府重要的重点产业 会不会在制定政策的同时 已经有放宽的一些标准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高度在检视的 难道又是颜色对了 就不用立意回避 林全老早在国发基金 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扁政府时代担任世界先进机体电路董事长 而国发基金和台积电 分别持有世界先进股权16%和36% 因此2008年国发基金全力支持林全继续担任董事长 而卸任葛魁后 他直接担任东阳生计董事长 刚好国发基金历年来 在东阳旗下转投资公司 投资出手大方 其中志勤生计 还是国发基金直接投资的 17家公司之一 持股17% 看似为自己卸任后路 颇好颇满 蔡政府上任前喊的是大飞猫 如今变成养飞猫 军工较劳 年金改革越改越失衡 带头的林全 退居民间享天年 接下来军人年改 恐怕又要铁目重重 我想钱当然是越多越好 没有人会说看腻了新台币 但有人看腻了 这领党领委高志鹏 事实上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他就说新台币上面的图案 孙中山蒋中正 他觉得不应该搞个人的偶像崇拜 而且他们是独裁者 所以应该要换钞票 那么同时他不是说说而已 因为真的有设计新台币运动 而且我们看到设计出的 白白款也都出来了 还有101为地标的这个钞票 还有呢当然是台湾云雀 台湾黑熊 这些代表性的动物等等 以及呢动力军 这是唯一一个 就是人像肖像的钞票设计 还有当然台湾最有名的珍珠奶茶 说我们也可以印在钞票上头啊 好那么但是呢以这个央行的角度来讲 人像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呢有这个高度雕刻技术防卫效果呢 会优于其他的图案 好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一句话说 要换钞票换钞票 可是工坛一花最少要15亿啊 好所以呢这个罗志强就说 那么前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他说要这15亿的新台币 要不要从高志鹏的立委薪水扣啊 好所以我们不禁要问 就是请这个议员告诉我们啊 你看到这个提案会不会成功啊 还有呢台湾需要换钞票吗 理由何在 台湾人需要钞票 那需不需要换钞票 这个我就不知道 因为高志鹏其实他每年都提案 他不是只有去年二月提案 那民进党执政之后 当然大家会认为说 那民进党政府是不是因为高志鹏立委 他是民进党就会赶快把这个议题纳入 这个考虑哦 但是目前看起来是 政府是没有这个打算 那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其实如果站在转型正义 或是站在民进党长期的立场 可能会认为说 毕竟我们现在钞票上所印的 讲中正等等 他的历史定位等等 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讨论跟观感 所以会认为说 钞票如果能换一个更有意义 更有继练性的人物 可能更能够代表 所以就有人提议什么陈述局啊 或者是食人阿嬷等等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 有创意的想法 但是如果就目前台湾的现况而言 我觉得人民比较期待就是 经济如何去拼经济 如何让人民的口袋 有更多的钞票 那这也是蔡英文现在努力的方向 也是赖清德努力的方向 所以目前民进党是不可能去换钞票 会努力帮大家拼钞票 让大家的钞票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期待的方向 那等到大家口袋里面 满满都是钞票之后 想要换钞票 我们再来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这个委员也认同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一换不是劳民伤财吗 15亿也好 18亿也好 或是央行说六年500亿 这都是钱耶 我说民进党这种上来以后 就是动荡不安 做了很多非常大的这种变革 这种百姓呢 并没有叫好 如果百姓支持到 你觉得这也是鬼点子 对 为什么蔡英文的民调会越降越低呢 表示你做这些很大的你所谓的改革 什么转型争议 百姓并不买账 并不接受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钱好好的在那里 你要哪来去照顾百姓 而不是哪来搞这些 充满着意识形态斗争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高志鹏的政治背景 我们都很了解 他做这种东西 当然目的就是要 要对孙中山 尤其对蒋中正 要做一个切割 要把他们赶出钞票 就这样子 可是你为这去印了一大堆的 花一大堆的钱去印这个新的钞票 你让人家的感觉就是 你对政治斗争比较有兴趣 你对国家建设 尤其国家的经济建设 是没兴趣的 这就是现在多数百姓 对蔡英文政府 打了分数的印象就是这样子 分数也是这样子 才打得那么低的 可是刚刚其实委员也提到了 就像这样子搞下去 摆明了就是去讲中正话 去中国话 那么口口声声说要转型正义 那么其实是搞意识形态 接下来往后 类似的做法会不会只会越来越多 竞平 我相信他还是会继续提下去的 这是他始至不渝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但是我竞平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每年提真的是蛮无聊的 也是了无心意 设计图都出来了 现在大概只有蒋中正或者是 是一百块两百块的新台币超标 然后背后像这个一百块的 后面是这个元三楼 阳明山的这个中三楼 那其实你看到 一千跟五百早就去掉了很多人 他们所谓的政治图腾了 五个小朋友现在都长大变三十岁 如果你看腻了那没关系 人家也不是要做给你看的 还有包括这个打棒球的 小棒队 对不对 小棒队 一千五百算是市面上流通最多 后面还有台湾志跟这个 他的一个那个梅花路 所以其实这两种的这种款式你看 说意义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啊 你要改什么 一千块跟五百块都已经变这样了 所以其实高家议员刚刚 虽然我们党派不一样 但是我刚觉得他讲的没错 你要让你的钞票变多 让你的口袋变深 让你的口袋能够装下更多的钞票 才是正办嘛 高志鹏委员每年都提案 但是你每年提案的背后目的 如果只是政治意识形态 如果你只是看腻了 看不习惯 看讨厌 那我跟您报告 你看讨厌的都可以拿来到我家 你不是已经没钱了 你还要用这种以前 这种坐吃山空的方式 捞山捞海的吗 不必的 我觉得想办法让人民的这个 对钞票能够赚更多 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对啊 大家都吃不饱了 可是政府现在是怎么又嫌 大家吃饱了太咸吗 所以要换钞票 而且我就想说 高志鹏委员是不是活在 跟我们活在是完全平行时空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的这个钞票 上面已经没有蒋中正了 而孙中山是100块 所以换句话讲说 而这什么时候改版的 2001年陈水扁执政时候 好 我们姑且不论说 现在谁执政啊 要改钞票 你是意识形态 你要去讲话 我们都尊重啦 可是说真的还是回归 钞票改版有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是什么 是要防伪 你要增加你的防伪功能 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 是要降低你的成本 有一些国家 他去把他的硬币给去除掉 为什么 是因为硬币的制造成本 比他的面值还要来得高 比如说10块钱 他用的金属 可能比他代表10块还要来得高 所以说他干脆就是不要用硬币 不然的话可能 那个成本会增加 但是如果说今天高志鹏委员 每年都提案 但是你每年提案的背后目的 如果只是政治意识形态 如果你只是看腻了 看不习惯 看讨厌 那我跟您报告 你看讨厌的都可以拿来到我家 我绝对不会讨厌 而且我会帮你好好的运用 帮你好好的使用 我会帮你好好的照顾 所有的弱势团体跟弱势族群 但是最重要的真的还是回归到本身 就是说政府的施政方向 真的要一致 我们是要拼经济 我们是要努力往前 而不是说搞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只是无聊的把戏 而人民会用一次一次 因为你是无聊的把戏 而看你到最后会用选票来教训你 所以真的奉劝民进党政府 就是好好的拼经济 好好的拼钞票 但是绝对不要再搞这种 无畏无聊的小把戏 老婆有时候搞一搞 我觉得也很纳闷 真的是会用选票来教训吗 因为他只是不断地去冲撞这个东西 然后每年集这样一个 钞票的这个换设计版面 然后是他有凝聚他支持者 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 每次把他这个做 我会很同意的 谢谢